我是主持人燕子 今天要介绍的是 家住长春的张明远张大哥 张大哥呢今年57岁 在长春一气工作 大哥呀可以说是一个有毅力 生活当中特别自律的人 他每天早上是6点多就得去上班 但是呢早饭却从来不对付 一菜一汤 吃完了之后再把屋子收拾得 干干净净的再出门 而且呢过去的十几年里 他每天都会去健身房里健身 大哥说十几年如一日的自律 让他的身体特别好 他也有信心能让未来的老伴 也跟着自己过这样有规律的生活 张明远57岁离异 目前就职于长春一气 年收入三万元左右 有双膀住房面积52平米 我们到这会儿张大哥也正好从外边刚刚办完事回来 但在上楼之前大哥说呀 不妨可以先参观参观他这小车库 你看看哎呀这小车库让你整的啊立着 在这做个小炖便 按个炖便吧它比较方的就是 那是原来它就有这么大的窟窿 一不安然它也忘了反味 你剩的杀水你不要的 就包四段我就拿回来嘎巴嘎巴就去 真好 真厉害还会自己贴四段 张大哥告诉我们他这个人平时没事就爱琢磨这些东西 但凡是自己能动手的 一概不需要花钱雇人弄 就看咱张大哥这车库里都这么干净利索 不用想张大哥的家里那一定也是错不了了 哎呀咱这家里这也太规短了整的 这厨房在家擦的哪里要搁呀 我的习惯 我基本上都是在家做饭 从来很少在外面吃饭 是吗 你都自己做呀 那像上班回来也自己做 我愿意早上做 完了送母在要 那就上班在单位食堂吃 晚上回来就是简单的吃一口就行 不吃也行 就习惯了 早上做 那你早上几点上班啊 我六点十五上班车了 五点起来 我的天哪 晚上离开小之前 把那个就是吃的东西都预不成半生品 张大哥喜欢有规律的生活 做事情也有条不挽 因为早上的时间紧张 所以张大哥会把准备工作做足 冰箱里的食材也都会等尊出来留着备用 欢乐 哎呀妈呀 别说这小馄饨包的也挺好看 有的时候早上就煮点的 是不是这样就吃了 这个是最方便的 玉米粒 青豆 哎大哥我发现了 你这玉米粒都一袋一袋装好了的 对 分装好了 那做大米饭啥的 有时候放那点 或者你做啥就愿意搁就搁了点都行 把它们分装好 这样省的就限解冻了 就是这一份吃好了 一回做一顿的就这样了 在早饭这件事上不糊弄 收拾屋子上面张大哥也一样不糊弄 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再出门 也是他多年来的习惯之一 我基本上反正就是能做到就早就出门 吃完了我都得收拾完了 往后再走 不是那大哥那这一早上这么早 你一般人不都不信吧 对呀不做不行吗 是他为吃啥的或者过了一种 那不是我的作风 为啥呢为啥就一定要 习惯了就这么多年我就习惯了 张大哥告诉我们 其实他这样的生活习惯 或许也跟他的性格有关吧 因为不管做啥事 张大哥都挺自律的 家务如此 健身也是如此 我原来我是计算上健身房的 你原来去健身房的练吧 对 十多年 我就从疫情以后不去了 从疫情以后 就二大伙这一左右 开过的我都去过 那就是总出去吃喝去 胖了 完了就是大伙也是 就是一下子就去了 问题是一嫁了是去了 但是基本上有的半年卡 能去个几次就 最后就剩我自己 现在都没超过一个月都没了 是不是啊 大多数人坚持不下来 对 我一直我就一直这么多年 你怎么才有毅力呢 就能一直坚持去呢 那你看我现在 我这个家住这个家 你就看出来了吧 我是个很清静的人 很有毅力的人 张大哥说 自己不喜欢做事情半途而废 所以也养成了现在这种爱琢磨 爱干净又自律的性格 张大哥打从18岁就进入了一气工作 一晃下来呀 已经快40年了 干了八年修理工 最关心的人就是机遇 在那个时候就 单位就是这个客室有车了 我就申请他 我就自己考的票 然后就等着开车了 在这个单位就开车了 开了13年多吧 完了 没车开了以后 我就下车间 这才下车间 完了下车间 反正 我机遇也挺好的 下车间到车间当班长 他们长得当了13年多吧 张大哥说 其实自己这大半辈子 工作上算是比较顺风顺水的 生活中也没有太多坎坷 但唯独在乎一样 谢谢钱 谢谢 谢谢 工作上 是 什么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啥是接走的啊 帮走 帮走 就怕我们来了 他在这屋里乱出来了 他叫 他叫有点丑人 来生人是啥的 对 马大姐告诉我们 今天正好儿子休班 所以刚刚从他这儿把小狗接走 要是我们再早来一会儿啊 没准都能碰上呢 这是你吗 姐 对啊 这是你多大的时候 四十多 你那时候是长头发呀 我现在 假的 这是在影楼社的 啊 那时候是短头发 对 姐为啥留这么短头发呢 好打理呗 啊 挺干练的 这个头型 这留几年 这时候短头发 得二十多年了 马大姐告诉我们 这短发呀 她已经留了快二十几年了 而之所以剪这么短 就是因为她觉得 短发省事儿好打理 包括穿衣服啊 也是如此 看你穿衣风格 休闲 就休闲了 对 平时穿衣服就喜欢这个风格吗 对 你发现了姐 你属于那种干练风 杀了 你是不是平时挺杀了的 对 我性格急 那像你这衣服啥 大多数都是这种的 嗯 基本上大多数都是 正装的很少 看出来了 确实是 嗯 像那个 咱们女士爱穿的裙子啥的 很少 没看着 嗯 大多数都是裤子和衣服 对 马大姐不喜欢累赘复杂的东西 越简单越好 越省事儿越好 退休之前 马大姐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 而这样的性格 也能更好的适应工作 我们是做一期一表的 电厂知道吧 嗯 发电热电什么的 电厂 锅炉厂 给这些地方做配套的 辽宁省去过 黑龙江省去过 内蒙去过 江苏 反正去过挺多地方的 哦 新疆也去过 一年得大概在外面跑多长时间 十个月左右 一年在外面跑十个月 嗯 就在家能待两个月 嗯 那可挺辛苦的 还行 马大姐说 或许是工作养成的性格 也或许是性格成就的工作 多年来的奔波劳碌 也让她的性子越来越坚韧 因为早些年 马大姐就离了婚 这些年独自抚养儿子 她不坚强 怎么能行呢 我是两岁的时候离了婚 咋的事 当时 就是在一块吧 好 就是只能说就是她挺有没有责心的 马大姐告诉我们 既然已经分开了 她也不想再指责对方什么了 这些年吃苦也好 受罪也罢 总算是熬出头了 儿子上个月办完了婚礼 她也完成了一个做母亲的任务 剩下的人生 她想为自己活一活了 就是能和她来的吧 嗯 就是说有点担当啊 就是像你们经常说的艳缘什么的 嗯 再找另一半 马大姐没有太多的要求 只要能知疼知热 对自己好就行 那张大哥会是那个人吗 两个人相亲的结果又会如何呢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你好 姐到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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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明远 我张大哥 好 马世林 我马姐 握个手吧 你好 握了 握了 我刚才刚进入手握了 对 对这大哥演员咋样 还行 嗯 瞅着还挺睡 对 对这大姐你有没有演歌 没有 插在哪 就是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反正就瞅着没有那种感觉 演员 还有三天退休 你们六十是吧 对 车场现在教育还行是吧 不行 照头几年插远了 那我就是现在疫情 疫情以后呢 也放假吗 上三天修四天 上四天修三天 我现在就是 就近两年啊 就我现在的工资是 一个月能开上 一千块钱能超出去 就很不容易了 就我现在拿个手的钱 那你够生活吧 那你等一下待着呗 不出去呗 那你不出去那也不够啊 那扔啊 那你吃 平时吃双油 那么啥呢 对啊 那你沾扔 就现在你不去还不行 就这个班 你不上还不行 因为疫情期间 汽车厂的生产量大大减少 所以张大哥这两年的工资不是很高 有时甚至都满足不了每个月的基本开销 而且这种情况可能还要持续个两三年 就在红娘为张大哥捏着一把汗的时候 马大姐这边的回答 却是很出乎我们的意料 就是说她现在就是说一千多块钱 这也都是暂时的 就是不可能说经常走这样 再说你就再难再难你就三年时间 嗯 其实不是说熬不熬 这都是暂时的 还得往长远了看 长远了一个是就是说 两个人脾性啊 合不合得来啊 那都是暂时的 那也不再考虑范围之内 嗯 因为不影响以后的生活 退休以后生活 肯定慢慢逐步就稳定 不可能说光看眼前这一块 马大姐直接了当地表示 对于张大哥目前的工资 她并不介意 毕竟还有三年就退休了 再难也就三年 省着点花 一晃啊就过去了 比起这些 她更在意的是 两个人能不能合得来 但说到这一点上 张大哥这边 却有个担心 看到我现在就是这种生活方式了 可能有些人她就适应不了 那你这一瞅你太干净了 完了是不是洁癖啊 其实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明白 你这么爱干净 我还得有事跟你说一下呢 我家有两个宠物狗 我不喜欢 在毛里我一概不喜欢 我不跟你讲 来了我说不能赢的 就领了她再关车手上去 一直我就不喜欢这个东西 现在来人的叫唤 没上咱家来 就一走一过的 上楼梯的叫唤 再一个毛 这两年我有病 那玩意就 爱犯命 都陪伴我十年了 我不可能说 因为就是说 我为了再找一个把她冷下 那绝对不可能 嗯 就假如说姐 咱假如说 在另一边和小狗当中选一个 我选狗 就 毫不犹豫 对 马大姐告诉我们 那两只小狗 对她而言 已经不只是宠物了 更是她的孩子 是家里的一份子 所以无论如何 她都不会放弃的 她也理解 张大哥不喜欢养狗的心情 所以两人最终还是决定 做个朋友更合适 还是缘分不到吧 对 做个朋友吧 好 来 能看出来 大姐对大哥的印象 还真是挺不错的 大哥说自己的工资低 不够花 大姐一点都不在意 还愿意拿出自己的钱 一起生活 马大姐说了 两个人过日子 得往长远了看 得看脾气秉性啥的合不合适 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大姐的这种性格呢 张大哥也是真挺欣赏 只是她对于马大姐呢 实在是差了一点眼缘 所以没能走到一起 那告别了马大姐之后 红娘又为张大哥介绍了 同样家住长春的孙璐 孙大姐 孙璐 47岁 李懿从事心理咨询师工作 月收入1万元左右 住房面积100平米 你今年是40 47 看得真不像 谢谢你 真的我就这么看着你 我感觉你可能就刚刚30 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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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心态还行 别说咱红娘不相信呢 估摸着换谁见了咱孙姐 都很难相信她是个快50岁的人 孙姐说 或许是因为自己心态好 生活方式轻松 所以看着呀 也就比同龄人年轻不少 我基本上每年都得在外面去 就是走个几个月 每年都会出去 对对对 因为我到8月份的时候 是过敏嘛 鼻炎过敏 然后8月份 8月末的时候 就基本上就走了 因为我的工作 就是可以拿着手机走 我在那个手机上工作 我是在这种就是专业的 就心理平台 就是国内也挺知名的 那种平台上 然后就是专职的做 但是我这个工作就是 我忙的时候 就可以关上 停止工作 孙大姐告诉我们 她就职于 国内的一家 网络心理咨询平台 平时都是在线上工作 所以时间相对自由 收入也比较可观 这里你是心理咨询师 对对对 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你的心理咨询师 做了多少年了 做了7年了 正唠着嗑的功夫 这时孙姐家的门铃突然响了 就在我们红娘纳闷 谁来的时候 开门看到的却是外卖员 你们辛苦了 是给我们喝奶茶吗 是 是 太谢谢了姐 我猜你们很喜欢喝奶茶 你们这个年龄 真是青春无敌的时候 那你平时会喝吗 会啊 说实话呀 不管是从长相上 还是精神状态上 甚至是喜好上 孙姐更像是一个 二三十岁的小姑娘 这不禁让赞红娘再次向赞孙姐 确认起了年龄 你真的有四十七吗 有 我真的咋的都不像 感觉看的都不像 只是我的精神层面 没太老去 因为学心理的嘛 可能有一部分 我更希望要自己过得简单 纯真一点 你看小姐 就是一般就 你看我们节目就是 好像六七十岁 老年就比较多 对 那你又比较年轻 那你会怎么 就是怎么想到 参加我们那节目 我觉得 这个最小爱情 人人都有权利 是不是啊 对呀 管他年老年轻呢 其实人有几个年龄嘛 就是说比如说心理年龄 颜值年龄啊 是吧 还有生理年龄 你这个东西 有的人他虽然年老 但是他心里很年轻 所以这也可以在我可选择范围内 我就想那我就报个名 试试啊 孙姐告诉我们 她在找另一半这件事上 年龄方面 没有固定的标准 她更在意的是 一个人心里是否成熟 心态是否年轻 三观能否一致 而不是像在上一段婚姻里那样 两个人背道而驰 我是在一二年的时候 就是跟前夫分开的 因为她是一个相对来说 可能会更自我的一个人 我们俩A一致 我女儿的学费比如说是七千 她拿四千 我拿三千 就这样的 分得这么轻 对 特别轻 而且我跟她在一起这十年 她没有给我买过 什么一个首饰啊 一件衣服呀 都没有 天哪 那这个就是最初提出这个A 这是你俩谁提的 没提 就是当初也不知道 反正就这样过呗 也没有什么规则 就想就怎么样都好呗 那这个是就 不管这A是总会有这么一个最初的开头 最初开头 它是 它是这么开头的 我给你打个比方 比如说孩子要用钱 她说 我这有三千 我这有两千 你哪有多少呀 我说那我这有 就这样 就这么开头了 孙姐说 即使A一致也好 各花各的钱也罢 她都不在意 她更在意的是一个人的心 但令她最难过的是 前夫的心里只有她自己 她所有的这种专注点都在自己身上 她自己比如说她从来不做家务啊 也不做饭 然后呢在外面就是自娱自乐的非常嗨 然后我在家里带着孩子 然后也感受不到爱 陪伴呢 还有金钱 所有的就都没有了 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孙姐说 其实自己那时的婚姻就是典型的丧偶式婚姻 与妻苦苦为戏 倒不如各自安好 所以孙姐后来一无反顾的离了婚 这两年女儿上大学之后 她越发的感觉到孤独 所以再找个伴的这件事被提上了日程 可能放在第一位的就一定是一个人的品行吧 就因为一个人的良好的品行能给别人安全感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就觉得就是说可能说你不一定那么优秀或者完美 就是你是我的菜就行 那我的菜就是一个不木讷的人 就是可能说喜欢聊天 喜欢有趣的东西啊 喜欢探索这个世界的人 然后有一定的思想境界的人 这最基本上就是我要求的 人品好懂得如何去爱对方 这是孙大姐在找另一半的要求 对此红娘觉得张大哥会做饭 家务方面也勤快 成了家的话对媳妇肯定错不了 而且张大哥有房有车 退休之后每个月能开到七千多块钱 经济方面两个人也可以生活的不错 所以红娘决定给两个人牵牵这条红线 那接下来的相亲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呢 广告回待 相亲开始 嗨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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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位正式去做一下介绍啊 好的好的 这位是张明远 张大哥 你好 然后思路 我心姐 演员有 对于这些大规模演员 不太有 真的 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就是从颜值到气质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这个 小妹吧 那到啥了 你看那姐姐多大 我不敢瞎猜 那她挺年轻 干啥知道的 我是在一期就是 工作 工人 你是 我是做心理工作的 我是在就是 咱们全国性的这种心理平台 线上工作 心理咨询师 头一次 头一次 头一次听说这个 这个是啥工作 不是头一次 因为我对这行不懂 因为我是 那个啥 汽车工人就是干活的 所以她这个 这种就是 大哥是什么文凭啊 我是高中 文化程度第一 就是 因为我们18岁之前就上班了 大哥就是 确实是个工人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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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 当然我学的 我还是需要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学识 一点的就是也不用太 文化水平太高 当然起码也有一点的就是文化修养的这种 对于张大哥的演员以及文化程度方面 孙大姐都不是很满意 但相反对于孙姐这边 张大哥却很是喜欢 也想主动争取争取 我不受烟 酒呢是没有聚的这个 我不喝酒 平常我也不喝酒 就是要有的 就真的要是大伙聚的一堆的 能喝点 能喝点 但是我一般有尺度 我是很有尺度的喝酒 我跟你讲大哥 姐是一个特别喜欢旅游的人 嗯 特别喜欢到什么程度去跟大哥说一说 就我一年有好几个月都在外面走 那真的挺爱我那个旅游的 其实我也是这样的 关键是我没时间 我得上班 对 我的工作人系 我就在想 退休以后 就是可以了 放松了 就出去了 那你要是退休以后 你也想像一样 就是说一年 拿出这么几个月时间在外边旅游 可以 我是愿意在 就是出去 留着 就是尤其开车出去 自驾游 嗯 因为两个人都喜欢旅游 所以红娘就想着 能不能在这件事上 帮两个人拉近一下关系呢 但没成想 却是帮了倒忙 直接让两人这场相亲 宣告结束了 我觉得生活可能要有一定的品位和质量 那你喜欢的东西你要有能力去买拥有它 或者要生活你要有能力去享受它 比如说我连我女儿去三亚 就会上那个鸟巢 就拍《非诚勿扰》那上面 我会领它去上面去住一个晚上1400多 然后会领它去看最好的海景房 这都是我平时就是我觉得 就是我会 该省的时候我是省不浪费 但是我该花的时候我会花 我现在的能力啊 就是能承受得了就是一部分 因为我现在的 我那天我跟他说过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也是 就是现在还得少点 但是我是退休以后 是在7000以上吧 就是工资 那你约的工资是多少吗 你约的工资现在是多少 现在少 我现在两千来过钱 天哪 那两千多年生活确实挺艰难的 得跟你解释一下 现在这个特殊时期 他们这个汽车厂 因为啥呢 明白明白 因为你可能不懂 就是这个在这个 企业当中 干着活是怎么来的这个钱 明白 我大概知道 他说呢住别墅啥的 那是就得太夸张了 对于我来说 就一晚上一千多的这种 我是不能去就住的 那能去住吗 包括那个演员敢讲话呢 我自己觉得就是配不上 就是差差差 得差 人家差 但我并不是仅仅为了他的那个工资 跟一个人在一起啊 就是他现在如果跟我有一样的 就生活状态 他可能在经济上 确实没有我收入高 但是我也能够接纳和包容 但是不止只是这个 就因为是个性上的 就是这个生活理念上的问题 就是说假如说这个人 要是说跟你哪哪都合适 你也挺喜欢的 颜值气质各方面的 什么兴趣还好也都一样 假如说这个人 像大哥对这种情况 他目前三年内 他只能每月开两三千块钱 完了退休之后才能开到期限 这个你也是能接受的 对的对的 张大哥能感觉到 其实他跟孙姐之间更多的 还是三观上的差异 而不是现阶段工资的高与低 而孙姐这边更希望能找到一个 各方面都契合的灵魂伴侣 张大哥说 其实他知道自己在经济收入 还有文化层次上 都跟孙大姐不般配 所以相亲失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是孙大姐说 这些倒不是最主要的 一个人有劣势就一定会有优势 大哥这样的人呢 肯定会掏心掏肺的对他好 能让他很踏实 但是没有办法的是 他对大哥就是没有心动的感觉 他觉得呀 在婚姻里 两个人一定是互相吸引 彼此欣赏 双向奔赴的 这样才能收获真正的幸福 那在这呢 我们也祝福大哥大姐们